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寶 嗨 我是鳳凰 我們今天呢要來嘗試做 第二次的交換通靈 在2023年12月的時候呢 我跟鳳凰做了一次嘗試 就是練習我接他的指導靈 然後他接我的指導靈 那鳳凰接芬多琪的影片呢 就是我指導靈的影片呢 有放在我們會員頻道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進去看 現在又適格了半年多一點 我們來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今天進行的方式 跟上一次一樣 我們會抽牌卡 然後藉由牌卡上面的問題 來詢問對方的指導靈 好 那我要抽牌 掉了 還是就你 你怎麼效果做成這樣 我們這一次的交換通靈 會不會成功呢 怎麼講一講 感覺好像壓力越來越大 你那時候真的是一出那關 就馬上傳訊息跟我講說 你在裡面接到馬尖你很開心 對 我今年六月的時候 我去的內關中心十天 然後我大概在第四 第五天的時候 在一個休息的時刻 然後我感覺到自己的脈輪 就非常的暢通 然後我就在那個狀況之下想說 欸 可不可以連接到 就是芬多琪以外更多的高齡 然後我就試著呼叫就是馬結 然後就很順利的連上了 然後甚至有跟這個佛陀的意識也連上了 然後也跟佛陀有一番對話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自己 靈力大開 就是內關回來以後 這一兩個月我又非常的 很多人世間的雜物 坦白說我就很高速的運轉我的腦袋 我不太確定今天的狀況怎麼樣 合勝啦 合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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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放下得失心 放下真偉 我們就試試看 合勝 嗯 噢 這是要等一下 等一下 芬多琪你不要來好不好 等一下 我覺得她想要參與咖 難怪我剛剛這邊癢癢的 上次她來這邊也是癢癢 你說芬多琪嗎 嗯 就雀躍的來了 對 這邊會癢癢 這幹嘛會癢癢 對 對 我覺得有一點 尷尬 尷尬 就是我個人很不想要 大家好我是馬進 我就是很不想要做這些事情 我們可以先來一些那個簡單的對談嗎 不要直接進到那麼難的話題好不好 然後我來 你不要掌控我 是 放下你的腦袋 我們可以開始了嗎 嗯 嗯 好 那我想問一下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呢 一個充滿著 包容的 或者你們說很多的愛的 你覺得你跟大寶原本的指導零分多琪的頻率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呢 其實不會說是不一樣 而是一體的不同面向 我跟分多琪 我跟分多琪都是在 我跟分多琪都是在 同樣的 能量場或者是你們說的磁場或者是範圍當中 我也有分多琪調皮的面向 分多琪 分多琪也有我慈愛的面向 只是藉由不同的人 不同的傳訓者 會從不同的角度 來去看見 感受跟傳遞 我記得昨天你有提醒我說 如果大寶想要更好的跟你連結 可以做心輪的進行 可以聊聊這件事嗎 心是每一個人萬物 跟整個宇宙最直接直接連結的地方 心臟心跳 有時候也許會有快慢的變異 但是心臟卻是唯一不會有癌症的地方 所以心一直都是在感受整個宇宙的愛 最直接的接收器也是傳遞器 所以當一個人的心輪能夠運轉得很活絡的話 那麼他對於愛的感知 愛的傳遞 就會很大 很大 而我 由於藉由鳳凰的連結 百分之九十五百分 都是在以一個非常雌性的愛 的樣貌視線 那麼大寶再去連結 鳳凰 連結到的我 也是要有很多很多很主要的成分就是愛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每一個人要去打通愛的管道就是心 那既然我們聊到愛啊 愛對我們來說其實是一個很抽象的一個狀態 我想要聽聽透過大寶的轉述你認為愛是什麼 愛真的是很難用言語去述說的一個存在 在你們人世間 愛他有很多種的表現的方式 會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境 他就會有甚至是你們看為像是惡一般的展現 我在那個惡之下 其實很多的動機 意圖都還是愛 好比你們的家長 你們的家人 甚至你們的國家 你們的朋友 他也許對你管束比較嚴格 對你的互動比較激烈 甚至用一種 讓你感覺到不舒服的方式在跟你互動 但他其實也有起心動念 是來自於非常非常純粹的愛 就像是你們說 有一些話也許沒有那麼真實 但他卻是帶著很多的愛的白色的謊言 我們舉個例子吧 如果你現在面對你家的小朋友 他正在學習一門技藝好比 踢足球 打籃球 下圍棋 或是畫畫 他剛開始接觸新的這一門技術 但是他 在上面的成長非常的慢 這個時候你身為他的家長 你會跟他說 你做不到嗎 還是 你會跟他說 你可以的 我看得到你的潜力 你做得到的 即便也許現階段的狀況 看起來 你拿去跟世上的其他人 比較沒有那麼的出色 但是其實在 你跟他互動的愛之下 是能夠確實激發出他很大的成長 而那個東西 也許有些人看來像是謊言 但對你來說 那是一個很大的愛 從他那樣的視角之下 所去看到的內容 好 那我可以問問跟我有關的問題嗎 嗯 這是第一次我們在公開影片 讓大家看到你 然後 雖然是在大寶的版本 那我想問 為什麼 我連結的指導力是你 而不是別人呢 我本來就是更大的你啊 你的靈魂本體 你的靈魂本體 跟我是非常相似的 我不會說我是你的指導靈 但 你確實是因為 有我這樣的一個意識體 的參與之下 所投生的 一個人格 在地球 很有趣的是 你在很多次很多次地球的轉世當中 都有一個 與眾人接觸 服務 的一個人格狀態 還有角色狀態 而在那當中 你總是在找尋著 愛自己 跟愛眾人 還有愛世界 當中 如何可以 互通 圓通 相通 然後達到平衡 這一直是你這一個人格 這一個角色在地球上輪回 所要去學習的 有的時候 你甚至會因為 你的愛很大很大跟我相連 所以你可以去感知到很多 你們說是麻瓜的人們 無法感知到的那樣子的愛的頻率 而當你想要把這樣的愛 分享出去的時候 你不夠被理解 或甚至 你基於人的意圖 想要去實現 但是 卻沒有辦法按照眾人的期待 去實現 你所要達成的樣態 所以你會受挫 那有時候在一個輩子裡 沒有辦法完成你的學習 你就會再到下一個時空 再繼續用不一樣的角色 不一樣的人格面具 再一次 再一次 再一次的 做這樣子的體驗 你的愛是很大很大的 就如同我的愛 現在也是很大很大 你可以感受得到 但是這樣的愛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傳遞 這樣的愛 我們要怎麼樣讓對方 讓自己都感到舒服 這樣的愛 超越語言的愛 要怎麼樣讓眾人明白 眾人感受 這一直就是 我跟你在努力 共同的目標 共同的目標 那我現在選擇 把你留在會員頻道裡面 你會覺得這樣子 是一個很自私的 不夠眾生的愛嗎 我覺得現在就是你現在 正在正在正在走的一個課題啊 如同剛才說的 你一直在練習 怎麼樣把這個愛傳遞出來 並不是因為 為了別人而傳遞 也是為了自己而傳遞 為何去找到你舒服的方式 兩全的方式 共好的方式 就是你現在正在走的課題 沒有所謂的自私 好 那我想要用最後一個 牌卡上的問題 這應該就是也想要 分享給大家的 嗯這個問題是 開悟的最大障礙 他說是心智的噪音 心智不斷發出思維的噪音 阻礙你尋找 與本體心隱不離的 內在機照 我覺得這不是很棒嗎 這是一個獻給你 跟獻給大寶 最大最大的一個回答 稍早在拍攝其他影片的時候 我看到芬多奇 有很大的愛的形象的時候 我真的很感動 然後我就知道 大寶今天連結你一定會成功 我想要你可以跟大寶說一下 其實 他真的做得很好很棒 大寶做得很好很棒 你也做得很好很棒 你們在場所有的人都很好很棒 看到這個影片的人們 你們也都很棒 所以你們今天才有辦法 能夠剛好轉進這個影片 來一起看這個過程 但是很有趣的是 在大寶的眼中 他想像中的愛好像蠻無聊的 他想像中的愛會來到一個 所有都包容 所有都接受 沒有偏好 沒有個性 於是無聊 但是我也想跟他說 成為了一個愛的存在 並不必然只有你所想像的那個樣子可以呈現 很有愛的你 很有愛的你 一樣可以很調皮 很有愛的你 一樣可以很幽默 很有愛的你 一樣可以跟大家一起熄鬧 但更棒的是 當大寶你願意把這樣的愛展現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更觸動你的內在 也可以更觸動到你所接觸的所有 人事物的內心 然後大寶你的夥伴會更多 你的內在跟我一樣 一直都有一個同樣的願望 就是要帶著大家 去更明白什麼是愛 帶著大家一起去成長 那麼當大寶你可以打開你的心 去更接受愛的頻率來到你身上 並透由你傳遞的時候 這會幫助你的進程 所以如果大寶願意理解 充滿愛的自己 也還是自己的時候 他其實就可以跟他 上次接觸到的第八次元 有更好的連結了 對嗎 所謂連結或不連結 它並不是一個開關 而且也沒有連結就比較棒 不連結就比較不棒 那 連結或不連結 以及用哪一個面向 來去對應 人世間的事情 其實 是有選擇 以及有 不同的狀況的 如果今天的某一個場合 需要用第八次元的頻率 那麼大寶可以更游刃有餘地去切換 也許今天的場合 需要由我的頻率來協助 大寶也可以很自由地切換 如何去拓展 如何去拓展自己的 平寬 彈性 而在那樣的彈性當中 看到了 人世間 以及看到了自己 其實擁有眾多的面向 而那些面向 你都可以學會去包容 學會去愛 學會去接受 所以每一個人 對於自己的定義 才能夠真的從 小小的一個自己 擴大到一個大大大大的我 那我謝謝你今天 來跟我聊天 我想跟你說一件事 慢慢來 好 謝謝你 我覺得剛才連結的時候那個 手很大 有點像是我的身體很像燈泡的那個玻璃罩 可是當那個能量進到身體的時候 就像燈泡裡的那個光其實會從玻璃的裡面 發亮到外面 會整個超過身體的範圍 因為我剛才試著在傳訊的時候要去移動它 可是發現 哇好像要動它是動一座山那麼大 但它不是重的 如果是把它變成能量的質量的話 會覺得這個能量長是很大的 那你覺得今天你的連結跟你在內觀中心 感覺一樣嗎 我在內觀中心的時候比較像是 聊個三五分鐘就結束了 對 然後我那個時候有點像是在練習切換頻道 所以我跟它聊完 然後跟佛祖聊 然後跟芬鬥祺聊之類 我就是在切換頻道 然後問同一個問題 然後我是在看不同的頻道 會有什麼樣的不同的回答 對 所以沒有像今天有一種更進到 就是身體裡的那種感覺 我自己在家裡面跟它聊天的時候 也會很像你在內觀中心那樣 其實它是可以很快 切換 對 但是如果它要表達出來的時候 就會很像一個能量流的狀態 對 但有點妙就是 例如說芬鬥祺在我身上 它是一個很有力氣的高靈 但是它馬捷來的時候 它並不是那種活力的 那種雀躍的 它是一種 就是很平靜的 很沉靜的 我覺得我作為一個轉譯的人 要去轉譯它的意識 其實 我覺得那個字庫更難耶 就是有點像是 國小生看的國語字典 跟翻詞海一樣 需要去翻的那一本書 跟大本了 對 然後我就有一種 所以要一個一字的去擠出來 因為它的意識比芬鬥祺更抽象 身為一個轉譯人 要把抽象的東西換成文字的那個 難度比較高 確實是比較高 就好像你之前會說 有時候你傳馬捷訊息的時候 會希望它講更落地更實際的 可是它的意識頻率就在那 那並不是一個人 在物質界的頻率 所以它 要轉成物質界怎麼去操作 中間有一個 有一個 我之前會常常覺得 我好像在傳遞馬捷訊的時候 沒有辦法像芬鬥祺講的那麼清楚 我一直覺得 對 我一直覺得是我 身為一個傳訊人 可能智慧不夠 或者是我接觸身心靈 比較晚或什麼 但是看來好像不是這個原因 我覺得它比較常丟出來是一個很能量的東西 然後這個能量 在當下進到你的耳朵 或者進到你的頭 甚至進到你心裡的時候 是一個感受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它會在裡面變化 然後你就會真正理解 原來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在看影片的時候 會重新感覺到 它其實是 藉由那個語言 帶領 看這個影片 或聽這個話語的人 進到那個頻率裡面 所以其實 語言 的字句有沒有那麼具體 其實不是重點 我覺得我在初期接馬捷的時候 我是那個狀態沒錯 可是後來 隨著比如說拍影片的時候 然後我自己也會覺得 其實芬鬥祺很多時候講得很清楚 我也會希望說 也許 可以從馬捷的角度 也可以很清楚的 從他的視角怎麼看這件事 然後我好像就把這個意念 放進了我的傳訊裡面 但如果說大家可以 接受一個就是很能量的一個訊息的話 那我其實也很喜歡這樣子的傳遞 我們兩個人本來特質就不同 所以我們的訊息的樣貌也會不同 我覺得馬捷很適合做代進行 對啊 例如說假設剛才那個 關於如何調整心輪好了 或者是 假設我們怎麼樣 給憂鬱的人一些進行調整的方法 可能馬捷可以在這個時候 去做出一些示範跟回應 我覺得是很有機會的 你覺得我的版本 跟你的版本的差異在哪 從能量感受上我覺得沒有差異 從這次的聊天我意識到其實 對的確他就不是像芬多琪這樣表述的存在 所以我為什麼要要求他用這個方式去傳遞 那也許會未來在傳遞他訊息的時候 我可以更自在的讓他做他自己 然後透過能量的方式傳達出來 也許只有幾個字也沒關係 今天又是一個教學鄉長的一天 睽違了七個月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今天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